這個首先啊 本人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太用力的事啊 那最近這個統柯文哲統的非常容易啊 我那個叫做這個衝康柯文哲大使啊 就在我旁邊這位康仁俊先生 不斷的一直在發夢 發夢到每一天啊 陳志涵都跟他一樣 可能都沒在睡覺 而且他們都做的差不多一樣的夢 那這個同時啊 我們來講一下關於這個柯文哲的問題啊 如果我們來講這個關於這個財塊的部分啊 其實他把整個推給端木正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沒有道理的原因 是因為我認為會計師他是不會 隨意的這麼好心的 去幫你什麼叫做調整到這麼多了 兩千萬的這個部分 因為對他不會有任何好處啊 那到底源頭是什麼 會不會是因為你自己的帳目 也就是說你自己的帳本 就少了那兩千萬 所以端木正才想辦法幫你調節嘛 對啊不然幹嘛沒事去調節那個數字啊 對那他從哪裡調節 一定我認為會有人跟他說 哪裡可以動哪裡不能動啊 不然為什麼能動的都那幾個 所以我是覺得這絕對不是端木正一個人 過度熱心或一個人能決定的事情 那到底是誰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出來好好的說明啊 不是全部都想要推給端木正嗎 哎來嗆端木正 都是端木正做錯事害死人還繼續說謊 對但是你看他嗆的這麼用力 我認為就是說 陳志涵恐怕不是那個背後的人啊 哦因為我們在看這個記者會 陳志涵的說法 他才快觀念其實不好 所以我不相信他是什麼背後的主導者等等 所以他應該不是真的很了 對對對 但是我認為是這樣啦 我認為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在看Netflix Netflix最近在演什麼都知道 地面師 所以有一種叫做政治地面師 你知道地面師是什麼意思嗎 這個手板之源 這個帳面師啊 你說的是地面師 電影叫地面師 你會發現柯文哲有一種很特別的地方 他們絕對可能選了一個標的 叫做藍白合作幹掉民進黨的標的 你看那2023年他們玩成怎麼樣 玩到11月 玩到軍月 玩到簽了六點協議 玩到再翻臉 完成這樣 但是啊你會發現有一件事情不變 就是柯文哲一直持續在跟小草 希望他們土內 土內 又土內 所以其實這非常奇怪 然後呢你會發現非常多的志工 甚至很多組織裡面的人 都是因為想要幫柯文哲 所以他們甚至一直在捐款之外 還付出了他的時間 他的心血想要幫柯文哲 結果這個帳一出來 你木可就有4000多萬在裡面了 木可是幹嘛 是在賣競選小物的東西 你有賣東西你有在募款 你同時有在募資 希望你樓上募資樓下賺到出資啊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所謂我一直在講 1300萬的授權這件事情 他記者會完全沒有提 而且他還馬上的宣布說 好我木可清算 我覺得這是非常沒有責任感的 因為我們剛開始原始 就在討論這個東西嘛 那結果現在造成什麼結果 你知道現在柯文哲聲量 是這個應該來講說選完之後 5月之後 我就說包含著5月 我們在吵一些憲法法庭 或者是國會 國會擴權等等的議題的時候 柯文哲聲量已經夠高了 結果這兩天是他聲量有史以來 在這個選後最高的一個時刻 所以為什麼 因為所有人都很關心這個議題 而且這個議題非常好懂 對就是賬 對就是賬 那我們來講 連這個我們一直在講 我覺得卡提諾不夠意思 他的知名度多少 都是我們黃國昌老師幫他衝起來的 我們說什麼 前一陣子柯文哲在選的時候 是卡提諾農學院 教你如何從農地種出車子 這是農學院 接著我們又有什麼 卡提諾有沒有 神學院對不對 這個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像傳教士一樣 神學院 然後又有什麼 卡提諾法學院 找大法官來辯論 現在又上演什麼 卡提諾商學院 跟大家來講說 一切都是會計師的問題 這一切結果卡提諾居然 這最新的發文他說什麼 他說 哎呦 YT最高流量的王者 即將殞落 Mr.Bits 這個野獸先生腫了嗎 他居然直接說 這個柯文哲臉是不是腫了 直接這樣打臉柯文哲 然後呢並且就直接講啊 直接講說 政治現金涉及聲報不實喔 等等的 然後呢 所以呢我就覺得說 哎那這樣子等於什麼 大家是不是都跳船了 而且他直接酸什麼 阿伯清廉阿伯務實 阿伯真的會出事 選前假民調 如今假公司 阿伯都是泡麵配便當 怎麼可能會做這種事 剛過65歲生日 結果蛋糕上的蠟燭直接啊 插在頭上兩頭燒 你看就直接這樣酸柯文哲欸 那昨天啊我覺得這個畫面有點美麗 這是不是一個預言家的故事呢 各位來看一下 上面的這位柯文哲好像做錯的事一樣 那我們國差老師就說 哎 告訴他 其實應該要怎麼報仗才對的 有人說好像律師跟罪犯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 有沒有有沒有印象很深 林北好遊啊 樓上是阿伯樓下是林北 會不會兩個人前群會是一樣的 那我們到時候再慢慢看 那接下來要講 就是說柯文哲 他現在麻煩地方就是說 他會不會想要用 圓一個黃 所以他用了更大的黃 結果呢最後 這個大的泡泡被自己戳破了 不過年晃怎麼看呢 現在看起來民眾黨全黨上下呢 都指出這個戰犯就是會計師端木正 而且這個柯文哲怎麼講 哎呀多怪我 世人不明 還好現在真相大白了 白到哪裡去 我想問啊 這個作假上那些錢 到底現在都流到哪裡去了 憑空冒出來的錢呢錢呢 而且呢 柯文哲講說 這個端木正可惡啊 我憑證都給你了 然後你連Key都懶得Key 會計師會有憑證懶得Key 這是我真的覺得非常懷疑的地方 那柯文哲也講啊 今天為什麼出這麼大的包 他覺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柯文哲 人生生平第一次選總統 那如果他柯文哲第二次選總統 就不會出這種包了嗎 你怎麼看柯文哲的說法 第二次選總統就不會被我們做包 但是可能這樣會做的更漂亮一點 但也可能更大包 對就是我們抓不到 沒有更難讓我們抓到 昨天的記者會呢 很多人看完之後呢 第一個反應就是 柯文哲你把台灣的三師都得罪完了 他之前得罪了醫師得罪律師 真的 柯文哲現在唯一交朋友剩下殯葬師 笑什麼 每個人都會用到 好不好 每個人都有機會 早晚的問題而已 每台中國盜賣遺體 幾億人民幣 昨天下午上演這部電影呢 就剛剛這個Grace講的 現在Netflix很紅的一部電影 叫地面師 我們昨天上演的帳面師 我想到美國一部電影叫會計師 那部電影也很精彩 對好 那好柯文哲說他們的帳目 他們昨天的記者會在玩弄一個事情 就是說 一般人如果你不是開公司 或者說你在公司是接觸財務的話 你會搞不清楚 就很容易搞混被他給帶走 對 記帳跟查帳其實是兩組不同的人 你不可能同一組人記帳又查帳 那就是求援兼裁判 所以端木證 陳志涵自己講 他一個月付給端木證 他們事務所七萬 因為他們是一個事務所 所以那個錢不是付給端木證 是付給事務所 七萬不可能幫你記帳 只有負責簽證跟查帳 好會計師負責簽證跟查帳 他是他在做什麼呢 很簡單 你把單據通通給我 然後你的支出給我 我來對 單據跟支出差一塊錢都不可以 這個是會計師要做的工作 可是在這個之前 你送給會計師之前 你有沒有記好帳 當然要記好帳啊 你不可能拿一疊收據說 那個東部會計師這個幫我統計一下 一筆一筆幫我起 哪個會計師幫你幹這種事 你以為你一個月是七十萬請人 真的才七萬塊 陳志涵的薪水都比這個高 對啊真的 你講到這個東部陣又難過了 他不可能幫你key 那柯文哲也承認了 你看他們昨天記者會口供都沒對好 柯文哲自己承認 他說為什麼會key錯 是因為我們那個key是外包 那你key都外包了 你還說會計師沒幫你key進去 對啊 那你們口供要不要串一下 那個前後矛盾 不是你們偷錄的錄音 錄音檔都沒有 開記者會之前沒有拿出來再聽一下 對不對 你偷錄就可能錄完很緊 就忘記聽了 口供沒有對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陳志涵自己講的 他在譴責端木會計師 就是這個 任俊最早爆料 說有人從口袋裡面拿出一根東西 那一根東西是不是錄音筆 我不知道 但是呢其實現在很有趣的是 最新的劇情發展 告訴我們 有錄音的不是只有科辦 哦 哦 會計師搞不好也有錄音哦 哦 哦今天網路上 跌對跌了 今天網路上有 甲乙兩個人在對話 甲說我有錄到三點 三點到四點的 兩點 兩點到四 你說我是兩點錄到四點半 我全錄了 哦 那這個甲跟乙 我相信應該不會是陳志涵 跟這個李文中吧 所以沒關係 其實克文哲今天早上說 我找律師去告端木會計師 你知道我跟你打賭 柯文哲不敢告 不敢告 為什麼 因為端木正 他受會計師法的約束 46條有規定 他現在不能洩漏客戶的任何資料 所以他只能發聲明說 我一切依法辦理 至於說那三張發票 到底他手上有沒有 他不能講 但是一旦進入司法輸送程序 他這個枷鎖就解開了 他就可以大明大放了 到時候拿出來發票 如果真的是這兩家開的 或者是其他發票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誰 我都不敢百分之百相信 誰講的話 對那重點是這兩家開的是 誰開給他的 對這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這兩家公司說 我沒有開 而且因為這三張發票 因為有兩張是去年的 去年的發票 今年五月已經報完稅了 所以表示這兩家公司 已經查過帳了 確認我沒有開過這個發票 而且呢還有一個 這看這件事情就知道 柯文哲說謊真的不打草稿 哦 這個是出來指控的 Jeff他們公司 利頂 利頂整合行銷 我發現一個非常恐怖的巧合 那授權金不是一千三百萬嗎 是啊 木可拿了柯文哲進總授權金一千三百萬 但是他欠利頂一千三百萬 欠利頂一千三百萬 Jeff昨天自己講的 他在節目中自己 他說湊來他自己的錢 加上跟親友界大概電了 帶電了一千三百萬的貨款 欸 這一千三百萬跟那個一千三百萬 是不是一樣的一千三百萬 新台幣沒有寫名字 是不是同樣一千三百萬 而且我再講一件事 木可為什麼昨天宣布要清算 對啊 所以我呼籲檢察官趕快去搜索扣押 已經搜了 因為我怕所有的資料會被銷毀掉 對這個時間點突然說我close了 我要清算 而且你知道木可清算跟 呃代表一件事情 木可是一間登記的公司對不對 他公司查得到唯一的公司負責人 唯一的股東叫李文娟 資本額250萬 公司要停業這麼大的事情 由路人甲幫他宣布 你覺得合理嗎 對太奇怪了 對不對 今天吳靜宜開一家公司 他不想做了賺飽了 我公司要停業 然後他不宣布 我來幫他宣布 你哪位啊 你哪位啊 真的 愛人 好 所以昨天不是由李文娟宣布 這代表什麼事 代表柯文哲對這家公司有百分之百的實質 影響力 甚至有絕對控制權 他才敢幫他宣布嗎 萬一你宣布李文中跟東部正一樣發個聲明說 沒有啊 我沒有要停業啊 誰說我要清算 而且我覺得莫名其中 你不是只有商業關係嗎 為什麼你來幫他宣布 對 而且 還證明一件事 莫肯沒有其他客戶 因為他如果有其他客戶 現在有在合約執行中合約 我突然宣布停業 我跟他去找他翻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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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